大家好,我是喜哥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窦衣房是汉武帝的什么人 汉孝文皇后 从宫女到皇后立志故事 每人心计的热播 让窦衣房这个名字为大众 知晓 剧集里灵芯如塑造的窦衣房 温婉可人又不是先议 与汉文帝的爱情故事 赚足了观众的眼泪 那么真实史实上的窦衣房 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孝文窦皇后 公元前135年 约高祖初年出生 清禾峻关金县 金属河北省武艺县人 史记和汉书中都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据唐人司马真所著 史记索引中引用皇府密的话 我们推测窦后明一房 史记索引 皇府密云明一房 司马真注视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 窦衣房的父亲少年时正是清朝东乱 好奇四起之际未求保身 豆腐携全家隐居于关金不离 世事清平垂掉 后来豆腐不慎坠河被河水溺毙 留下他和长兄弟弟共三人 高祖十一年 公元前196年 戴得豪强晨曦倒胎 戴帝被肃清 于是建立中都封之一国 视为戴国 在新山西中部东北部 与河北西北部一带 时高祖刘邦第四子刘恒八岁 被授为戴王 和豆腐前往戴国的攻击 一共五人 但与人姿色平平 他在其中如鹤立鸡群 戴王刘恒自然对其余诸人 并不上心为宠心他一人 很快便诞下一女名刘朴 销会第七年 公元前187年 豆腐诞下一名男婴 名刘起后来又育有刘武 史记外妻世家知代代王 独性斗鸡生女嫖 后生两男刘恒的王后 也先上诞下四子 后来王后世世代国遂不立王后 吕后生前临朝称制 晚年妄图依吕氏代汉 大肆拔高吕氏家庭的权力 将刘氏皇族斩的七零八落 激化了忠于刘氏的势力 和吕氏的矛盾 公元前180年 吕后尚未完成 对汉王朝的绝对统治 便撒手人寰于是吕氏与忠于 刘氏的势力爆发出激烈冲突 吕氏最终不敌一场清洗过后 吕氏一族几乎被连根 拔起 吕氏败落以后 群臣深恨吕氏 为防吕氏之势再度罚 称 遂贤雍代王刘恒回京及汉文帝 刘恒其位后 群臣上书请皇帝策立太子 史记孝文本纪 正月有思言约 早见太子所以遵宗妙请立太子 其是王后四子皆并誓死 史记外妻世家 及代王立为帝 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文帝元年 公元前179年 斗鸡之子刘其 以纯后辞人被策立为太子 斗鸡的儿子 做了太子大臣们提出太子之母 因为皇后 就连伯太后伯姬也对文帝说 诸侯接同性 立太子母为皇后 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三月有思请立皇后 伯太后曰 诸侯接同性 立太子母为皇后 皇后姓度氏 尚为立后 故赐天下光寡孤独穷困几年 八十以上 孤儿九岁以下 蜜肉各有书 于是就有了斗皇后 她也是中国历史上 一位杰出的政治女性 当然她还远远比不上吕后 武则天或是上官网儿之类的 女性政治家 她的父亲说的雅致一些 是位隐士 但史上并无这位隐士的名字 逆水而亡的结局 也令人啼笑皆非 那么说的在低端一点 就是以愚农为生计 斗皇后进宫 也只能事后吕后 混得好一点是个近人 就像武则天身边的上官网儿一样 但她明显混得不是太好 所以被遣送出宫 赐予素氏谋面的代王做个妾室 而这当然也不是公主会有的遭遇 她的出身不太好 那么想必没有多余的银钱 让她受缴 于是只能家学渊源 渊源不是太深连带者 她本身的深度 大敌也就是个宫女水平语 大多数古代妇女相同的一点 让她扬眉吐气 就是因为她有着运气 肚子够蒸气 早年的她 只是被当作一个生育机器来用 而之所以能当上皇后 是母嫔子贵 是伯太后那句 立太子母为皇后 窦皇后被侧为皇后 文帝因此赏赐天下官寡孤独贫穷 困苦 有几分普天同庆的意味 毕竟这几番作为 确立的是要母依天下的 异国之母的形象 被封为皇后的斗鸡 惠籍家族即使双亲不在人世 也封了个安城侯 按照李治与伯太后之父 林文侯等同待遇 窦皇后年少失散的兄弟 也扔掉家奴的身份颇受容 冲 兄长窦掌军早是封骑子窦棚祖为南匹侯 封骑帝窦少君为张武侯 封骑堂之窦英为魏琪侯 再后来他不幸染及双目失明 文帝对他虽然怜惜 但宠爱渐退他更为宠幸的是 慎夫人应激 而慎夫人甚到能皇后同喜而坐 文帝对慎夫人等人的宠爱 后来又变本加厉的趋势 与皇后之间见无尊卑至别 引来大臣非议 文帝才省自己之国皆 治住了这种区 是 但由于他们都没有儿子 对窦皇后和刘启的地位 无法构成威胁 公元前157年6月 汉文帝驾崩窦皇后之子刘启即位 朝臣尊窦皇后为皇太后 窦太后溺爱其幼子梁王刘武 时常进行赏赐其真意 宝无数 梁王得宠又因皇帝刘启 亦是窦太后之子 更不知收敛大兴土目不说 其出行归请归格堪比于天子 公元前154年 太子之位空缺景帝食眼 约百年之后 传位于梁王窦太后大喜 真是窦英已有为汉法组织 触怒窦太后 窦英因此而担忧 觉得自己官嫌也不大 为避免祸事 所幸辞官 窦太后得知心有不愤 但不好加罪 虽在官员名簿上将窦英处决 公元前150年10月 窦太后再劝皇帝 立梁王为太子 并心因伤古致 说之袁王为处像 认为不合情理 上书见之 提议再次受阻 他忠于作罢 梁王却不甘心 刘吾对袁王等人怀恨在心 并最终以卑劣手段 害死袁 啊 而后梁王病逝 刘启也受了窦太后 好一通埋怨 我们知道文帝 景帝统治时期 出现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知识 文景之治 喊出阴阴战乱多年 导致的社会经济凋敝 朝廷推崇皇老之术 采取清摇伯父 与民休息的政策 通常史家都认为 文景之治的主角 是文帝与景帝 但实际上 窦太后在文景时代 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 要的 武帝建元六年 窦士空与文帝合葬霸凌 她留下一兆 将自己所拥有的财物 后赐女儿留嫖 时机外妻世家 窦太后后孝景帝六岁 崩合葬霸凌 依照进以东宫金钱财物 赐长公主嫖 这种举动实在有些小家子气 所以就算温和如班固 在《汉书旭传夏》中 对她的评价也是 窦后唯一考盘余代 窦士推崇皇老思想 景帝及武帝早期时常干预朝政 自她之后 没有一位中国的统治者能相 她一样真正以皇老思想来无为而至 都是经历文景二朝 史称文景之治的盛事 与推行皇老之术的宽民政策 有很大关系 后来汉武霸出百家独尊儒术 虽不为名于四方 却将大汉朝折腾的千疮百孔 筋疲力尽 由此可见 斗士的政治功力 却有不同反响之处 感谢您收看 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 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